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样的 魏无羡立马响应 金灵道 啊 也就是说有七个巨型船只般大小的邪碎 那怎么打啊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 一人打一个也打不过来啊 我还是马上发个传讯符 让金家多派些修士过来 说罢就伸手探向腰间的乾坤带 却听到蓝忘机突然说道 不必 没有七只邪碎 只有一只 金灵正了正 说道 不是七只 只有一只 魏无羡刚才不是说 船肚子把你们围起来了吗 一只怎么围啊 是呀 是有七个船肚子把我们围起来了呀 但是我们有说七个船肚子都是真的呀 魏无羡立即接过话头 说道 金灵道 魏无羡 你到底想说什么 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清楚 魏无羡道 金灵 你批评得对 我确实没有一次性把话说清楚 不过我不是故意不把话说清楚的 而是因为魏英的小脑袋瓜 没有蓝湛聪明 蓝湛刚刚提到了魏英才恍然大悟 四人纷纷看向蓝忘机 似是期待他能给出解释 但明显这个期待很不现实 就只好继续将目光转向了魏无羡 魏无羡视线扫了四人一圈 说道 你们知道蓝湛有多聪明吗 不多不少 蓝湛比魏英聪明一万倍 众人无语 很想叫魏无羡不要废话 但是无人敢说出口 就连江城也只是怒瞪了一眼 忍了下来 魏无羡很得意地扬起下巴 继续道 蓝湛为什么说妖怪只有一只而不是七只呢 因为你们猜 魏前辈 魏无羡 四人大喝 连好脾气的蓝丝锥也没控制住 魏无羡吓得浑身一抖 盲说道 因为每次都只有一个岛上的人失踪呀 如果七个纯肚子都是真的 那就应该七个岛上的人都会失踪呀 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 四人顿悟 但同时陷入另一个难题 那要如何才能从七个当中选出对的那一个呢 现场一片寂静 众人不约而同妄想七才道 似是在思考破解之法 良久 蓝锦仪道 韩光君 接下来该怎么办 蓝忘机瞟了蓝锦仪一眼 又立刻看向魏无羡 说道 魏英 你说呢 魏无羡皱着小眉头 正想得出神 听到蓝忘机这么一问 不禁呆了呆 迷茫的眸子顺时闪过一道亮光 随即大喊道 蓝湛 魏英想到了 众人均是眼前一亮 一脸期待地望向魏无羡 魏无羡右手猛地高举 叫道 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蓝湛昨天刚叫过 众人愣了愣 疑惑地看着魏无羡 等着他继续解释 魏无羡笑颜如花 说道 传肚子妖怪不是会遭幻境吗 那我们也会呀 魏英尤其会呀 不是有七个岛吗 那魏英就遭很多很多假人 分别放到七个岛上去 等岛上的雾散尽 就可以看出哪个岛没有假人了 那真正的传肚子妖怪不就找到了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三小辈再一次一口同声 魏无羡更得意了 小下巴扬得更高 鸟是般地扫了三小杯一眼 说道 魏英要造七个金灵 七个丝锥 七个锦衣 七个江宗主 分别一个岛上放一个 你怎么不造你和韩光君 金灵立马看一道 你敢 江城也立刻给出回应 小双臂倒是觉得理所当然 在一旁微笑不语 不造魏英和蓝湛 是因为魏英怕妖怪把假的我们抓走呀 魏无羡诚恳地解释道 就算是抓的是假的蓝湛 魏英也会很难过 抓的假的魏英 蓝湛同样会很难过 所以魏英是不会造魏英和蓝湛的 金灵无话可说 只能是干瞪眼 魏无羡耐心耐烦讲完 又看向江城 继续道 江宗主 你为什么说魏英不敢造江宗主 魏英敢呀 为什么不敢 你又不会打魏英 对不对 江城还能说什么 只能是怒火滔天的别过脸去